郑凯邪新女友现身日本。她与程晓月分手三个月就一次有新欢。 最近跑男团队怎么都跑到日本去了呢? 先是陆寒带住女朋友关晓彤到当地旅游,然后两人就霸占了一整个春节的娱乐头条。 接住陈贺也跟老婆张子轩到日本与陆寒团聚,四人在某咖啡店聊天,还因为声望太大而影响了旁边的顾客。 之后,网友就在郑凯前女友程晓月的微博里发现了Angela Baby的身影。 原来Baby跟家人一起到北海到滑雪,欧语料程晓月,吴谦鱼等好友。 当时,媒体看到程晓月在微博发的照片,都说她跟郑凯分手之后,过得更好了。 1991年出生的程晓月是社交名媛,妈妈是某知名大品牌大中华区的副总裁,而她因为与郑凯的一段情而被大众所熟悉。 对于塔纳京人的朋友圈,网友都认为,这对于一位千金小姐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。 而郑凯呢?根据她的微博显示,在新春期间她一直陪伴家人,还陪着妈妈去了绍兴游玩。 表面看起来,郑凯与程晓月都还没有新恋情,不过2月27日就有营销号表示,郑凯与陪完家人之后,就与新女友一起去日本旅游。